Hi 大家好 想不到兩年在Melbourne這麼快就過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兩年學到什麼 還有8萬澳子學費究竟值不值得比 另外也會分享一下我作為一個沒有數據分析背景的人 也都沒有理科底的人 怎樣拿到4.0的GPA拿到滿分 我剛剛讀完的課是叫做Master of Analytics 在RMIT讀的 這課其實它主要教的東西就是數據分析 它很籠統的名字就叫Master of Analytics 對上還有一課叫Master of Data Science 但是那一課就需要有背景的人你才可以讀到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背景 我Bachler是讀日本研究 所以我不可以報Master of Data Science 我只可以報下一級的Master of Analytics 我的Master每個學期要讀4課 4個學期總共讀16課 Analytics有7課必修科 然後有1課做project 剩下8課 有4課我一定要選數學系的課 另外有4課就叫做Elective 我可以選由電腦科學、Marketing、Logistics 什麼都可以選的 我認為所謂的Analytics 主要是要讀電腦科學、統計學和數學的三課 而這個Master最主要用到的軟件和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有Excel、Python、R、SQL等等 主要是用R去處理數據和組織一些模特兒 然後再根據你選的課 針對的程式語言都有所不同 所以看你想學哪個語言 你再選過這一課 而我的背景是純粹中學可能有讀過少少理科之外 其實我大學都完全沒有接觸過統計學 又或者電腦科學 那我來到Melbourne之前那一年 我才開始上網自學一些數據分析的 course 和自學少少Python 因為我怕自己來到Melbourne之後會適應不到 所以我用了大概半年至一年時間自己上網學 但是說真的在學最皮毛、最基本的知識 而我很慶幸當時我又自己溫習定才來Melbourne 因為我發現在澳洲讀書比想像中是真的辛苦很多 那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在日本也有讀過Master II年 而那時候是讀文科 所以自然有少少不同 但是對比起上來我發現在澳洲讀書的朋友 他們都會說原來澳洲讀書都幾長 那因為在澳洲讀書 我來到才發現他們上課的形式是跟香港或者日本都很不同 譬如說我在香港的時候我上課 你不用準備什麼直接上課學的東西 在Melbourne 你上課之前 你是要先在上網看好一些預錄的課程 聽完之後你再上課 那他可能上課的時候會和你重新 他在錄音說過的東西 又或者和你做議題等等 變相我發現每個禮拜我要花的時間 是有1至3個小時才準備看那些影片 那原來再用1至3個小時上課程 然後有很多課還有Practical 就是用Tutor教你做exercise 那裡又花了2至3個小時 那我發現原來1個禮拜 一課其實都要用我5至8個小時 那如果4課其實已經用了幾天時間 那所以比我想像中的需求很多很多 那一課大概可能有3份功課 或者quiz或者exem 內容上我發現都是偏難的 如果你單靠上課教你的知識去做 是基本上做不到那份功課 因為他有很多extra的東西會問你會考你 所以我發現每次到整尾我都會超級辛苦 因為他第二份功課和第三份功課時間都比較近 然後他那個要求都比第一份功課高 再加上之前我比較少做這一類scientific report 我比較多是寫論文 essay 所以我又要習慣這個方法 所以一開始我也覺得是很吃力的 但幸好慢慢熬過第2個學期 第3個學期 第4個學期 那我就掌握到少少技巧 還有知道怎樣寫好一份report之後 就舒服了很多 但是我也是覺得很棒 一定很搶的 那然後我就會分享一下我這一兩年 選了什麼科讀和學了什麼 那在16科科目裡面 一半以上都是數學和統計的科 那些統計學的科包括有 regression 學time series Multivary analysis 等等 都叫做幾專門的一些統計學科 那如果你問我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是有滿足感的 當我應用到那些理論 在一些數據上面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滿足感的 但是我覺得理論上 它的數學公式 我覺得不是真的對我人生有太大幫助 當然啦 每樣東西都有好和不好 你問我這兩年值不值得這樣讀 那其實呢 我的目標並不是真的讀書 我是為了拿pr 為了想留在澳洲 所以其實我衡量不到 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根本是一定會讀的 那好就是一個bonus 而不好 無論它是什麼 我其實都會讀的 但是既然我讀了 那當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優缺點 給未來可能想來澳洲的人 或者上來pr 上片讀書的人 去參考一下 好呢 就是我發現 RMIT 就是我讀的那間學校呢 它相對於其他澳洲 或者Melbourne的大學來說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實用的 無論是學科上面 或者學校的資源上面 它都是比較為了學生 未來可以就業更加簡單 更加輕鬆 有很多就業相關的活動給學生 而這一兩年我都參加了不少 那你說有沒有用呢 那就見仁見智 至少這間大學是有心去搞這些活動 去給學生和一些業界人士接觸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另外我發現這一兩年做過的功課 其實它都很有用 因為它真的用回實際 現實世界的一些數據去做分析 所以那些功課 其實我全部都可以放回自己的資料上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那第二點呢 我就覺得我的學系 是比較有彈性 那好像一開始我所說 科目上它有四科Elective 是讓你任選不生氣 那我就覺得這四科 是很擴展到我的視野的 因為它不單止想你學到數學 或者統計學的東西 它也想你延伸了這個knowledge 去其他科目 例如Finance也好 例如Marketing也好 其實那些地方都有很多數據 只不過可能它們是用其他程式語言 其他mindset去處理這些數據 但是說著樹圖同歸都是一些數據 只不過用不同的手段去處理 分析數據 所以我覺得那四科Elective 其實我學到不少東西 還有可以給自己的興趣去選擇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另外也有一個重點要分享 就是我聽過其他學科的朋友 分享過他們的科目是偏向多 做group project 而對我來說 我是少少抗拒做group project的人 都是種種原因 所以我可以的話 都會選自己一個做功課 但是大學就是一個很多group project的地方 但是我發現 我那個學系很多科 雖然它有很多group project 但是它是給我一個人做的 最後一個優點就是 它不是很take attendance 而且大部分科都很flexible 即是它的live的課會錄 然後給你遲一點聽 又可以 又或者你不用一定要去campus上課 你可以自己 因應自己的時間表 去聽那一課課都可以 但是不是科科都是這樣 是因為covid之後 可能它才會錄一些live 但現在逐漸其實都變回face to face 所以其實都有一兩科 就是如果你不上課 就變相是走了課 就沒得聽回了 講完好處之後 就講一下它的缺點 第一一定是貴 對於香港這個master的費用 是真的貴 但是如果你的目標是來拿pr 其實這個錢 其實當是入場費 都沒辦法不給 但是如果你真的為了讀書 為了想做一個data analyst去讀的話 我就覺得不太值得 你可以用那筆錢去上網自己 找其他course也好 其他大學也好 我覺得那個錢 會更加值得你去投放 第二個不好 就是必修科 就是太多統計學 統計學不是很好 但是不用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有點難受 就是好像給錢 然後還要學一些 自己不是很想學一科 然後又不知道有沒有用 最後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學習技巧 其實我本身讀書不算太差 但也不是最好的那些人 我大學batchelor讀日本研究 讀開文科東西 射開essay 未學過任何programming 統計學不懂 數學OK 電腦科學都沒讀過 我來Melbourne之前已經跟自己說 既然你都給得出這個錢 亦都一個不小的數目 那為什麼我不最大化這一筆 學費可以換來給我幾個價值呢 所以兩年前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 因為我其實都有幾年沒有全面讀過書 我又不肯定自己能否提出一個新的領域 所以兩年前我很認真地在想 如何去學習 我在兩年前開始找些書去想一下 究竟人是怎樣學習 怎樣才可以更有效地學習一件事 因為我不想再浪費太多餘的時間 人越大 你可以浪費的時間也不多 亦都想更加好好活用自己的時間來到澳洲 同時又想做一些社交去找工作去旅行 讀書 搞YouTube 做讀書會等等 所以我都費盡了心思去想怎樣學習 那得出來的結論就有幾點 第一個學習技巧呢 如果某些科是需要我背東西的 那我就會用一些訓練大腦的技巧 就會有空無事不停反問自己 不停在腦裡測試自己 因為記憶的運作方法 其實就是你要不停在大腦的櫃桶裡抽取出來 那你每抽取一次回憶一次的知識 其實它就越鞏固 那所以如果要背東西 我就會不停在腦裡有空無事 就是問自己幾次 然後每天問一問 基本上你很快就會背到你想背的東西 那對於不需要背重的知識又怎樣呢 那當然就是要理解啦 而我自己選用的理解方法 就會將一些比較複雜的一個概念 再拆細 每拆細一格 就再看我明不明白那個概念 如果不明白再拆細 拆細到最原子化 最atomic為止 那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會用什麼方法去學那個概念 我認為呢 看學校的readings 有時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會用google youtube 或者問chat gpt 這些可能很低能 很蠢的問題 我都會照問 因為可能我結了那個位置 就是不明白某一個字 不明白某一個term 所以我會和chat gpt 對話 問它一些最basic 最簡單的一些定義 然後當我釐清了一個最小的概念 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由下而上去理解那個大概念 到底是說什麼 第二個學習技巧呢 就是關於time management 我之前有兩條片 都是講類似的概念 可以看回time management 那條片 又或者看回weekly planner 那條片 那我在這兩年才發現 原來專注力是有多麼重要 還有我們是有多麼容易 給電話 給一些身邊的小事 去搶走了我們很寶貴的專注力 或者關注力 是由兩年前開始 我才開始思考一下 到底我的關注力 為什麼會被人拔走得那麼容易 還有終於有意識去 去拿回自己的關注力 放在自己覺得重視 還有有用的事情上面 我們的大腦天生 是不適合做多工的工作的 所謂多工就是 一心二用一心三用等等 因為每次你在作業轉換的時候 你的大腦要由 Task A轉去Task B A轉去B的過程 其實你已經損失了一些時間 還有那個轉換過程 其實那一下是我們 沒有辦法專注在A或者B上面 總之那個transition的時間 是浪費了的 可能你看完電話 你再做功課 可能你需要一分鐘 你才重新知道 原來在做這一份功課 是關於什麼的 那這一分鐘其實 是真的非常浪費 那所以第二個技巧 就是專注的時候 真的專注 不要讓任何東西 distract你 然後毒害到你的專注力的事 那很肯定就是智能電話 那所以我自己呢 就有用一些小方法 去避免自己用那麼多電話 例如我有設定到 Instagram或者Facebook的 Screen Time Facebook我還絕的 我是刪除自己的帳戶 那IG呢 那我就盡量 可以少看就少看 當我真的在做功課 或者當我專注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會把電話放完 或者把它開回那個Silent Mode 那肯定它不會突然間 那個螢幕一發光 我又看一看 然後繼續做自己的事 那就會太浪費時間了 那我寧願你是為一個Task 很辛苦很努力地 搶十幾分鐘也好 一個小時也好 搶完之後 你才給自己可能15分鐘去休息 玩電話也好 做什麼都好 這樣安排時間的話 肯定是比你一邊玩電話 一邊做功課更好的 我可以肯定肯定肯定 那相關的書籍呢 我會推介你看Digital Minimalism 那本書真的非常之一流 我是兩年前看的 就是在開學之前 開始看這本書 才開始反省自己 用智能電話用得太多 還有到底我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每日screen time 可能一兩個小時 到底換來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那一刻才最恐怖 我那一刻才發現 每日一兩個小時 一個禮拜都整十幾個小時 我確實實 最後得到什麼呢 所以最後我發現 這十四個小時 真的好不化算的時候 我就慢慢慢慢地 開始遠離多一點點IG 當然我都會照樣貼文 照樣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其中一個滿足感 就是可能大家給回答 我說受到影響 正面影響 感染等等 所以那個滿足感 我覺得都還有的 那它都可能值得我 一至五個小時 一個禮拜 去出一些新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想一下 社交媒體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還有值不值得 浪費這麼多時間 在這些東西上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用 完全開用社交媒體 但你不要讓它 控制到你的專注力 那到第三個重點 這個重點 未必好應用到 在每個人身上 但是應用到在我身上 就是 要避免完美主義的陷阱 有些東西 夠好就是夠好 不用做到最好的 我說不單止是功課 是說人生所有的事情 無論是有人拜託你做事 你的工作 你的少少人生目標 你的興趣等等 如果你追求完美 不是不可以 都是那句 你要想一下 那件事值不值得你投入 100%不停的專注 追求完美 會令人陷入了一個無止境的循環 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很細微的細節上面 我的情況就是 我做功課 可能很想得到好的分數 我可能想證明自己是做到的 所以我有時會花了太多時間 去做一份功課 或者去想那句 怎樣寫 最終我可能浪費了很多時間 就是為了寫一句很無謂的句子 但值不值得呢 事後想回發現又不是很值得的 我開始慢慢想 時間真的很寶貴 專注力也是 那為了解完美主義 我就開始把每一件事 就想一下 好像剛才第二點所說 我會用時間去量化那個任務 例如呢 可能我做一份功課 我如果有完美主義的話 我可以做五六日 當我計一計一計一份 原來我用了整六日 不知道多少個小時 去做一份功課的時候 然後我再計 我用那六個小時 其實可以用來工作 可以換來某一筆金錢 那到底這一份功課 值不值我投放了這麼多時間上去呢 當我這樣計完 原來有這麼多小時的時候 我發現不化算 那之後我就會用時間去衡量那份功課 值得我投放多少時間進去 那當我做了這個舉動之後呢 我再用我自己的weekly planner 我就知道原來某份功課 只是值得我用三天做 我就用三天做 我不會再花更多時間進去的時候 當我有這個mindset的時候 我就不會拖延了 我就逼自己在這三天裡面 一定要處理好這份功課 然後去到結果 我無論是做得夠不夠好 我都會交 那我都慶幸這一個方法 是apply到在我身上的 而我都控制得我的分數 控制得很好 因為說 如果你要拿high distinction 我家外考量要拿80分以上 我的目標就是做到85分 有5分的不法 那我就不會再做上去的了 我不會再做得更好 雖然我知道 可以花更多時間做proof reading 但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時間是更加寶貴的 對比起我的grade來說 去到最後一個心得分享 就是很基本 但是我覺得 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就是要每晚睡覺 其實有不少朋友對我有個誤解 就是他見我平時又會回 兩天part time 有些freelance 上學又回三四天 又會努力備課 又會上足所有課 也都會去社交 一個禮拜打兩三天排球 有幾個朋友都以為我是不是很睡覺的人 但是事實完全相反 我是要睡足八個小時 而且我是很提倡一定要睡覺的人 很大程度是因為我看了一本書 叫為什麼要睡覺之後 就更加驚醒發現 一定要睡足覺 這樣才對我的大腦 我的身體 我學習能力有提升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它會鞏固我們日頭所學到的東西 記憶 恢復荷爾蒙平衡 調整免疫系統等等 所以睡覺對我來說 是非常優先的一件事情 我是一定不會犧牲睡眠的 即使可能我讀不切書 我也一定要睡覺 因為即使我讀了書 然後如果那晚通頂的話 其實我之後那個狀態都不好 所以這兩年我都每晚都睡足八個小時 無論是身體健康也好 無論是我的學習成績也好 都是理想的 所以我覺得睡覺是非常有幫助的 不經不覺這樣就兩年我就畢業了 其實我都沒想到下一步是做什麼 因為我現在正在做analyst的part time 還有少少freelance 然後現在打算這個月就給自己休息一下 拿了畢業簽證之後再去想想下一步會怎樣 希望這條片幫到讀書的朋友看 又或者好像我這樣做了幾年 去到一定年紀又想讀書的人看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接下來呢 雖然我已經讀完master 但是我應該是有些學習上癮的問題的了 所以我應該會繼續看書繼續學習 那畢業我應該多一點時間去跟大家 share多一點我平時看的書的一些心得 那如果你都有看開書呢 歡迎你參加我 我每個月都會搞一次的讀書會 那你可以在IG報名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